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我从约旦地 从彼撒山纪念 你的父母深渊就深渊响应 你的古老老拜我我身 怀咒也华去向我施子爱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圣灵的神 我要对神我的盘子说 你为何望着我的神 我为何因出你的喜压是想埋同的 我的敌人怒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舞头 不住人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的心啊 你为何又闷 为何在我里面怀咒 应当不要望神 你为何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 是我的神 那么首先我们注意 这个诗篇四十二篇的标题 很多的标题是些 是可拉后裔的训会诗 但是也有很多的研究 这个标题呢 其实可以 教可拉后裔 因为假如没有这个教诗呢 就是可拉后裔写的一个训会诗 但是很多人他们研究的 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呢 很可能是大卫的作品 是在大卫的这个诗篇的 corpus组合里面 所以就是 是大卫写了 交给可拉的后裔 所以很可能 这篇也是大卫的一个 经历跟作品 那你就发现 前面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诗篇 就是诗人对神的一个切勿 可想 要朝见神 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经历神的同在 神的帮助 因为 世人 经历到什么啊 好像 神的荣耀 神的同在 离开了他们 几时 那个朝见神呢 甚至这些不信的人 在嘲笑 你的神在哪里啊 而诗人最大的一个痛苦 你发现是什么 看到吗 第五节 一直重复 我的心啊 灵魏和勇门 这句话重复了三次 甚至到最后 他还是在描写 十一节 我的心啊 你为何勇门 不但勇门 而且在里面烦躁 这也是世人 最大的一个痛苦 外面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 看不到神的同在 看不到神的帮助 而且里面怎么 四个字 幽闷烦躁 的确现在这个疫情 拖了快大半年了 很多人都挨不住了 甚至描写很多美国人 叫fatigue 就是麻木了 对防疫都麻木了 算了 let go了 甚至现在欧洲又要封城了 英国要封城了 法国要烧尽了 意大利也要封城了 老百姓都出来思维抗疫 受不了 同样的 诗人 他最大的难处 就是里面 幽闷烦躁 真的 还是说我们也会有这种经历 但是你发现 诗人他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 他愿意面对自己的忧闷烦躁 懂吗 我们一定要identify到我们 的软弱 我们的心情 主啊 我里面忧闷了 我里面烦躁哦 你来帮助我 所以解释 诗人 或者说大卫 他真的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也跟神俗说他的痛苦 说我心极大悲伤 我忧闷 我烦躁 而且烦躁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到 好像波浪在里面翻来覆去翻躺的这种烦躁 这个忧闷原文是depressed 就像今天的忧郁症 我们今天一听到忧郁症 就觉得很可怕 大卫他也depressed 而且里面烦躁不安 像波浪翻腾 但是你发现他走出去了 走出了这个心灵的死因诱谷 真的今天 不少基督徒 现在这个心灵的死因诱谷 好像看不见神 好像虐伯一样 在苦难当中没有出入 神也没有跟他启示 也没有跟他说话 他说一切都是那么的黑暗 被人嘲笑 嘲笑你的神在哪里 但是你发现大卫走出来了 综合诗篇42篇 我们看到他走出他心灵的死因诱谷 有六个重点 第一 第一 我们的心要转向神 没有人真的可以去帮助你 你只有欠慕神 可想神 你要朝见神 你发现岳伯走出他的死因诱谷 也是抓住这个重点 他藏着就是神在哪里 你出来跟我讲清楚说明白 为什么我会受这种委屈的苦 我真的是努力做完全人 为什么你这样来拐待我 为什么不是三有三报 恶有恶报 反而三有恶报 所以你给我出来讲清楚 岳伯也是这种的态度 他真的要去找神 他要朝见神 第二 他面对而且承认心里的难处更软弱 他的悲伤 他的忧闷 他的烦躁 而且他面对你的悲伤 忧闷烦躁 你发现他命令应当仰望神 他要看见神的笑脸 有帮助我 所以他转眼不看他里面的黑暗 他要看神的笑脸 神笑脸要来帮助他 当你看到神的笑脸的时候 你就什么 你也笑了 懂吗 当我看到孙子喜乐 我也喜乐了 所以你就看到大卫 他能够走出来 他真的是要朝见神 他要看见神笑脸来帮助他 应当仰望神 定静在神的身上 直到你看到神的荣光 闯着脸 看见神的荣光 神笑脸 向着说法 来帮助他 第三 他说我还要称赞他 注意这个 有一个叫 还要 still 虽然好让我忧闷 虽然我不快乐 虽然我烦躁 但是我还是要什么 称赞神 强迫自己去祷告 强迫自己去祷告 强迫自己 唱诗歌 强迫自己来读圣经 你懂吗 但你真的是去赞美神 亲近神 诶 something change 懂了吧 不要凭你的感觉 你感觉是很幽闷 很烦躁 很不安 你不想有任何的追求 但是越是这样 你发现大卫说 我还是要 虽然 even though I'm so sad I'm so depressed 我还是要 用我的意志 要去亲近神 去赞美神 所以好像 保罗跟希拉 在监狱里面 被关守当中 他们还是什么 祷告 歌颂 赞美神 敬离到神的大名 第四 第六节说的 要纪念神 要回想神过去 在我生命中 一切的恩惠 数算神的恩惠 纪念神 第五 深渊与深渊响应 代表什么 在灵你的深渊 跟神 有灵你的共鸣跟交通 真的回到我们的里面 定睛在神的身上 深渊与深渊响应 第六 算一告 神是我脸上的光荣 不再蒙羞 不再被人轻视 你的神在哪里 神是我脸上的光荣 不再羞愧 不再垂头伤气 真的看到神用笑脸来帮助我 神是我脸上的光荣 不再是灰头土脸的 大家要看到 神是我脸上的光荣 神一定会施恩 一定会张紧那个荣耀 祂的荣在 神一定会改变我的内心 不再悲伤 不再忧闷 不再烦躁 我想这个诗篇四十二篇 是今天,很多记忆徒 在患治的温isi 裡面需要好好地铁形与适ات 特别诗예语 甚至山洛 传达人都疚痕了 他們現在做了一些統計 最明顯就在我們這邊奧克蘭 他們已經統計出來 在這個瘟疫的期間 青少年的滄沙事件被證了好幾倍 大家的大人 被這個疫情關鎖的都受不了 也不能上課 特別是高中生 也不能去學校 也不能有social life 所以他們都煩躁不安 打架出來就亂打了 已經做了很可怕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想包括在歐里根 他們這些的思維等等的 我想跟疫情都有一點關係 整個大環境就是讓人很depressed 很不容易 院長覺得42篇是大便神 我覺得證監上寫的是可拉子 對 我剛才就是講了老半天 你都沒有聽進去 焦 有些人研究呢 可能是大威脅的 是焦 假如是大威脅就要把這個焦 我剛才不是講嗎 假如加這個焦字呢 都是可拉後裔寫的 但是很多研究 這個思維次次二篇呢 也很可能是大威脅的 所以其實 有些的subscription是把這個焦字寫上去的 所以我也特別花了一些時間去研究這個 這個subscription 這個標題 所以有些的翻譯是把這個焦字加上去 這個是新一本的 它說是可拉子 對 很多一本 包括核本也是放著焦 就是可拉沒有焦這個字 這個焦這個字是我加上去的 我本來想說把它畫個blanket 但是太複雜了 我就跟你們解釋 有些的標題沒有這個焦字 但也有很多的研究說 我們應該把這個焦字放上去 你去讀一下NIV的Study Bible 它的牆那裡說要把這個焦字放上去 因為他們的研究覺得思維次數二篇 很可能應該是大威的作品 去看一下NIV Study Bible 很老 這個小光注意到這一點 我就是剛才一開始就解釋這個標題 但是因為大家可能聽不準 院長你下次有時間給我們解釋一下 關於可拉這個人的背景 然後詩篇他的後裔也做了那麼多的詩 跟這個 是吧 可拉不是立位人的後代 他是敬拜團的吧 是敬拜團的 對了 所以你回去查考一下 第一代之上 都有這個詩篇敬拜團 這些人的名字 都是敬拜團的 那我看過的話 好像有在哪兒看過 也有可能是大衛寫的 然後呢 對呀 可拉的後裔就是把它收集起來 也有可能是 所以有些人說應該把這個焦字 是大衛寫的焦給可拉的後裔 他可能有一些調整 或怎麼樣 但是圓座很可能是大衛寫的 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去研究詩篇了 那麼 詩篇四十五篇 是一個對王的勇美的誦戰 記住 你要讀詩篇四十五篇 要把詩篇四十五篇定為 詩篇的雅歌 聽懂了嗎 詩篇的雅歌 他裡面的描寫跟表達 很像雅歌書的一部分的 很有意思 我們就很快地讀一下 抓到一些重點就好了 一同來 我信你 永出美詞 我樂得到我為王 我是我的事 我的事 是快手底 你與世人更美 在你眼鏡裏滿了恩惠 所以神師父給你 直到永遠 大能者 願你妖間配到 大有榮耀和威衣 為真理與謙卑 故意赫然作策前往 無不得上 你的右手 必顯明口味的是 你的劍風快 是有眾王敵之心 萬明不可在你底下 神啊 你的寶座是永遠遠的 你的果實是正主的 你喜愛公益 恨不罪惡惡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受死的有道理 神就是聖魔高益的同伴 你的利益不能莫料 鎮香肉桂的香氣 在人天中 有詩詩月節生命 使你關系 有君王的女兒 在你珍貴婦女之中 王後會得到 德非金氏正而言 於是啊 你所聽 要想 要聖而言聽 不要紀念你的名 和你的父家 王主羨慕你的美貌 因為祂是你的主 你當欠怪祂 黑羅的民地還送禮 民中的富富人 必須相救恩 王女在公里集氣人化 他的衣服是用衣服的 他要穿衣服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 隨時他們被犯人物 也要被帶到裡面去 他們要花旗快樂被引導 他們要進入皇宮 你發現這個四位十四五篇 有沒有有點像 雅各書的第一篇 第二篇 非常像 那基本上裡面是描寫 以色列其中一個王的榮耀 那麼很難考慮是描寫哪一個王 而描寫這個王的榮耀 同時呢 裡面也有彌撒亞的詩篇的句子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第六節 神啊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寶座是指到彌撒亞的寶座 彌撒亞的國權是種植的 描寫耶穌基督喜愛公義 恨無罪惡 所以父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由高利 勝過高利的同伴 因為在約翰福音裡面描寫 父神施給耶穌的聖靈 是沒有限量的 父神高彌撒亞 勝過高他的同伴 所以這一段基本上是對 基督彌撒亞的描寫 但是其實也關聯到 我們的基督 住上這個王一樣 那麼的勇美 看到嗎 所以神的話 常常是一方面是描寫當時的王 但是同時也是應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那麼假如應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那麼後面這一段話就更有意思了 就講到這個 眾女子 其實被引到進皇宮裡面 的眾女子 特別第十節說 女子啊 你要聽要想 要扯而而聽 不要紀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 是應用到我們這些得救的人 讓我們真的是忘記過去 真的是愛主勝過一切 耶穌基督就會喜悅你 羨慕你的美麗 你的眉毛 而且你發現下面 十五節說描寫 真的跟雅各書第一節 第一章所說的 他們要歡喜快樂被引導 他們要進入皇宮 還記得我們雅各書第一章嗎 你發現有同樣的句子 你看到這個 願你信我 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我們帶我進入了內詩 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 看到嗎 那個思想是類當的 所以詩篇四十五篇 真的可以說是詩篇之中的雅各書 描寫我們眾同女 對主的一個愛的關係 讓我們真的是 不要再紀念過去的事情 我們在基督裡面是個新造的人 我們需要有新的價值觀 我們要看到這個榮耀的天家 不要再以地上的事為念 真的是愛主勝過一切 不要紀念你的名和你的福家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 當敬拜他 那十三節也描寫這個聖徒的永美 王女在宮裡極其榮華 她的衣服是用金線繡的 她要穿戴穿緊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 所以這個也是應用在我們聖徒的身上 我們是非常的勇美 那麼回去看一下這個powerpoint的幾些說明 好 那麼這個詩篇45篇 你看是詩篇之雅歌 也是個婚曲之歌 A wedding song 那也是屬於彌赛雅的詩篇 好 好 那我們就從詩這二篇 就看下一篇 這是很不容易的大衛的認罪的詩篇 所以你看那個標題就是叫他 大衛與八十八同事之後 先知拿丹來見他 之後他做了這篇詩 我們一同來讀詩篇51篇 一同來 三大求你愛你的慈愛延續我 讓你多盛的慈悲圖摸我的過範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脂靜靜 並結束我的罪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範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像以犯罪為獨的罪裏 在你前行的偵惑 以至你責罪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叛倒我的時候顯為謙證 我是在罪孽以上的 就有了罪 你所喜愛的事內裡誠實 你在我的靈魅處 必使我的智慧 求你若沒有心草寂靜 我最乾淨 求你喜疑我 我就必須更白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千萬的聖遺 使你所壓傷的不同可依永遠 求你也任何好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面 神啊請我對我藏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也重新有了這種努力 不要憂棄我 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遺 求你使我忍耳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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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我無恥不持我 我只把你道指教我變化版人 罪人必予非順 神啊一世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脫離留人懈罪 我的手有盡高聲歌唱你的功力 主啊求你使我罪封張開 我的口片傳到你讚美你的話 你更不惜愛的記憶 若喜愛的就受上 凡其一夜的喜悦 神所要的記憶 就是憂慌的 神啊憂慌的心 你必不侵慨 求你隨你的美意 只要跳看著泡泡泡 你必喜愛公義的記憶 和凡記並全群的凡記 我這個泡泡跟原文是 有些中間我賞略掉了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讀泡泡泡比較準 那你發現 這邊詩篇最明顯出現的一個字 是什麼字 看到嗎 從第一節開始 過犯 第二節 罪孽 第三節 又提到什麼 過犯 犯罪 得罪 然後第五節 罪孽生 就有了罪 然後一直 都是提到這個罪的問題 到了第九節 顏面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孽 的確 大衛 他犯罪 唯獨得罪神 你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強調說唯獨得罪神啊 因為 他是在 一神之下 萬神 萬人之上的王 他講的話 就可以算數 就像以前 中國古代的皇帝 他要怎麼樣 他講的話 就是聖子了 懂嗎 但是大衛是個認識神的人 他知道十條誡命 是誰定的 從神來的 是神聖節那個彰顯才有十條誡命 所以他知道他犯罪 其實 他唯獨得罪神 假如沒有神的話 他正可以做一個王任意妄為 殺一個 培斯巴的老公 叫什麼名字 烏利亞 算什麼 對不對 假如用中國人過去 皇帝的那個 這個態度 好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 媒體休息 沒什麼事 對不對 今天在某些國家 也是這樣 殺幾個人 是不是算什麼 對不對 但是大衛他真的是認識神 他知道 雖然他是王 決定一切 萬人至上 但是他知道 他要accountable to God 對神負責 犯罪 唯獨得罪神 當然以後我們做傳導人 你是教會的主人牧師 弟兄姊妹都尊敬你 讓你可以做決定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個觀念 對 弟兄姊妹 我們在教會裡面 沒有boss 對不對 沒有人管著你 你是主人牧師 但是記住 你們 alles 妳 find coordinating 神負貿神 是神鉤密你 把這個先知牧師的地位全被給你 既然沒有人去討論你 但是 你知道神負責神 也就是大衛他翻洞之後 他知道 唯獨得罪神 其實不單單得罪神 其實他也得罪人 他知道最嚴重的是得罪神 這個是要他逃不掉的 得罪人他會逃掉啊 因為他是王 但是唯獨神 他就快過不了 特別他是神所告禮的 所以你就發現他整篇詩篇一直在面對他的罪 看到自己的罪 所以改革神 即是一個真的被神光照 懺悔的人 他一個真實的反應 就是看到這許許多多的罪 沒有被光照的 永遠都覺得是 我沒錯 別人錯 但你從階編詩篇裡就看到大衛真的是被神光照 他就一直講 我的罪 我的過犯 我的罪孽 我的罪孽 我的問題 所以其實大衛認罪師的一個很真實的表現 他真的看到自己的 我的過犯 我的罪孽 一直強調 我向你犯罪 唯獨得罪你 第四節 然後他承認他的本性在罪孽上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他真的承認他真的有罪性 他需要聖靈的幫助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所以就看到旧約跟新約的最大的不同 新約 主耶穌介紹聖靈 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聖靈會永遠與我們同在 記得這句話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但在旧約不是犯罪到聖靈會離開的 但是唯獨在新約一個特大的恩典 在十四章 叫他永遠 十四章十六節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給你們一位保衛師 叫他什麼 永遠與你們同在 假如聖靈永遠與我們同在 我們是否永遠得救啊 懂了吧 所以阿弥林的神學是站不住的 不是說哎呀犯罪跌倒是不得救的 神就不要我們了 耶穌清清楚楚 聖靈永遠與你同在 但假如你犯罪的話 你就會失去聖靈的恩赐 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能力 更會失去葬來神給我們的賞事 所以旧約跟新約一個最大的不同 旧約犯罪聖靈會離開他 所以大衛說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然後最後一個真正悔改的人 他裡面有個什麼 真的畏罪憂傷痛悔心 看到嗎 不是就是外表說哎呀我錯了 我有罪了 你的內心是否真的是憂傷痛悔 所以一個真正的悔改認罪 第一就像大衛一樣他真的治罪 第二他真的認罪 而且他悔罪憂傷痛悔 而且他要真正的恨罪而離罪 他希望要重新有正直的靈 離開這個罪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 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他要重新做人 他要離罪 不像很多基督徒哎呀犯罪了 然後就認罪悔改一下 轉個頭來又犯罪 結果不是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 真的像詩篇五十一篇 大衛真的是從此改編 而且他在後面算稿 你必喜愛公義的記和犯記 這個是兩件事 不但是犯犯記贖罪 而且真的行公義 你要做成一個義人 不要再像以前奪人之欺殺人之夫 那麼恐怖 好 這是四篇五十一篇的重點 那回去再看一下這些說明 所以在 哇 這裡下面講的accountable to God 相神負責 祂是神所高利的君 在神之下祂是最大的 好 有three pages的說明 所以我會去好好的讀 有些東西會考 在作業裡面問到的 好 我們就進到六十三篇 六十三篇比較簡單 我們一段來讀 神啊 祢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祢 在看汗禮堡禮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無你 我在生活中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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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因為你的慈愛是生命更好 我的最初要送在你 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 我要供你的美舉手 我在草上見你 在夜夜更水後思想你 我的心就想把我做了五十五歲 我也要你 我願意歡樂你 讚美讚美你 因為你因為你幫助我 我就在你四方陰下才能歡呼 我心靜靜地揮隨你的右手 你的右手不使我 其實大衛在猶大礦野的時候 做了詩 很可能是被這個 少龍王追殺的時候 逃到礦野 所以 在這個礦野裡面 他經歷到 乾、汗、疲乏、無水 其實不但是外面的環境 在這個礦野 乾、汗、疲乏、無水 他的心靈 也一定是非常的疲乏 非常的酷乾 但是你發現 在這樣一個困難當中 他 切切地尋求神 他知道 假如沒有尋求到神 他真的活不了 在礦野 乾、汗、疲乏、無水 乾、汗、疲乏、無水 我的心 切慕你 切切地尋求你 要沾養到神 要看到神的能力 神的榮耀 也是他在乾、汗、疲乏當中 他所追求的 他所仰望的 也是今天我們在各樣的 疫情困難當中 要學習的 對 開環境 大一當千 剛才 現在查到了 美國一九 快九百萬了吧 九百二十幾萬 九百二十幾萬 確診了 快破一千萬 很恐怖的數字 真的是 開環境是那麼的困難 乾、汗、疲乏、無水 他說 沒盼望 這個疫情什麼時候中止呢 他說 遙遙無起 但是你看到 大衛 他真的是超越環境 他在那麼困難的環境當中 他切切地尋求神 可想神 切勿神 他要沾養神 他要看見神的能力 跟神的榮耀 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寶 他能夠經歷神 得著神的能力 看見神的榮耀 因為他深深的傷心 第三節所說的是什麼 因你的慈愛 因你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首先 這個慈愛 我們講過了 這個慈愛 原文是 Hesed 記得嗎 這個慈愛 Hesed的意思就是 神的 Stiffest Love 看到嗎 中間 Stiffest Love 就是 因你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 這個慈愛 原文就是 神 不變的愛 對 你看環境 環境在變 環境是在艱難 環境是在曠野 但是神的慈愛是什麼 沒有改變過 神的慈愛 一直在大衛的身上 也就是大衛 他能夠酸告 能相信 他能夠 經歷到神的能力 神的榮耀 因為 神啊 你的慈愛 永遠長存 你的慈愛 在我身上 不會改變 Amen 要酸告神啊 是的 你的慈愛在我身上 不會改變 環境在變 人在變 但是你對我的愛 永遠不會改變 這個慈愛 有人問 所以Hesed 因為有神 不改變的愛 所以 比生命更好 所以我在下面引了一句話 我們年輕人常常說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可以為愛情不要命的 好像Romeo Julio 朱立業 朱立業可以 假使 尋情 但是 對我們基督來說 生命誠可貴 神愛價更高 因為神的慈愛 因為神的慈愛 比你的生命更好 因為你的生命 假如沒有了神的慈愛 你的生命 是 酷乾 是空虛的 是沒有意味的 是黑暗的 是敗壞的 是滅亡的 你看到嗎 這為什麼詩人摔高說 神啊你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 但是你發現 世人剛剛相反 只追求生命生活 不追求神的愛 神的慈愛 其實大衛真的知道 假如他的生命 沒有神的慈愛 他絕對是 黑暗死亡 就像他前面 所算告的 他的人生 他的環境 就是乾 汗 疲乏 無損 這就是 世人 沒有神 慈愛的 一個小章 但是大衛他真的知道 神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啊 我們經歷到 耶穌基督救贖的大愛 經歷到天父的慈愛 天父在創世以前 拣选了我們 若不是父信任我們 沒有人能夠來到 耶穌基督的面前 父是眾光之父 一切美善的恩赐 都是從父神而來 一切都本於他 依靠他 歸於他 我們真的經歷到神 祂救贖的大愛 祂在我們生命當中 所有一切愛的安排 愛的計劃 所以 祂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 對不認識神的人 所謂的humanism 高舉生命 生命重生一切 但是 其實生命沒有了神的慈愛 人的生命亂七八糟 只會敗壞 只會死亡 那麽特別我們注意第二節 大衛切勿 從想神同家的榮耀的經歷 祂要贊養神 祂要贊養神 祂要見到神的能力 祂要見到神的榮耀 祂要見到神的榮耀 祂的確據 就是剛才所說的 因為神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 神一定會向祂施恩典 彰顯祂的慈愛 然後從第四節到第八節 你可以歸納出 大衛紀念讚美祖的 一個人生 祂的一生就是不足的讚美神 祂舉手的讚美神 月更的紀念神 祂的心飽足以身為樂 祂歡樂的嘴在讚美 祂長身在主翅膀的印象 第七 祂的心緊緊的跟隨主 看得懂嗎 從第四節到第八節 我還活著的時候 要這樣稱頌你 我要奉你的名舉手 我在床上紀念你 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飽足的骨髓 骨髓飛揚 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 因為你曾幫助我 我坐在你翅膀的印象歡呼 我的心緊緊的跟隨你 特別 所以第八節很重要 大衛被稱為和神心意的人 原文的意思就是 Aman after God's heart 就是基地所說的 就是基地所說的 大衛的心緊緊的跟隨著神 大衛是他的整個心放在神的分上 他的心緊緊的跟隨神 第八節就是說明 大衛 他和神的心意 他的心完全跟隨神 放在神的身上 你的右手扶持我 好 接著四篇 六十三篇 真的看到大衛 在這個曠野當中 對神的一個和睦追求 跟仰望跟突破 好 我們看一下六十七篇 六十七篇比較簡單 但是很重要 你要講算教 一定要好好讀這篇四篇 教會很多算教聯會 一定會用四篇六十七篇 來看一看四篇六十七篇 一同來 願神 願神恩戴我們 以蓮光照 告叫世宅得之於你的道立 萬何德之於你的 scooty 神啊願願願誠在你 萬 الله不都嗓在p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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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世上的萬國,神要願意也幫助稱讚者,願萬人也都稱讚,地已經出了土產,土產原文是Harthest 神就說,就是我們神神,要伺服於我們,神要伺服於我們,地的事情都要敬畏祂 你看看從第二節一直開始,多少次提到世界萬國,列邦,萬民,萬國 萬國,萬民,地極,地的事極,總共有多少次啊?數了沒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次 看著神的心在哪裡啊?萬國萬主 不是單單以色列傳家得救,懂嗎?神的心要得到萬主萬民 也就是神檢選亞伯拉罕的時候已經開中民意,講到神的心意 萬主要因你得福 你要被改名成萬國之父,多國之父 我們馬上要上希伯拉罕,你就明白這個改名是什麼意思 原本在Abraham 然後改名成亞巴拉罕 Abraham Hem這個字,你知道嗎?Hem這個字為就是Nations Father of Nations 原來就是Father Abraham 法 但是神要給他改名,神呼召他 因為萬國要應召到他的後裔的聖 耶穌基督而得福 我們所有信主的人,剛才講的在希伯神學 都是亞巴拉罕信心的子孫 所以亞巴拉罕要改名 Father of Nations 有一位是Nations 你跟我都屬於亞巴拉罕信心的子孫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得到世界、萬國、列邦、地的士氣都要敬為祂 看到嗎?所以感謝神 我們剛剛學完這個聖教學 神的心意在詩篇67篇講得很清楚 在創世紀十二章講得很清楚 萬主要因你得福 這是神的心意 不是單單只是得罪以色列 神最終要在萬國萬主有祂的檢選、有祂的子民 特別我很喜歡第六節 地已經出了Hardless Amen 神也真的是帶領我們豐收神學院 好 好 那麼 回去看一下這個power point上面的一些說明 就是 用免光照 His face shine upon us 是表示 想住神的同在的永光 如同波西在西乃山 神的榮光光照祂 祂享受神的同在 也反照神的榮光 反照神的榮美 因為這個反照神的榮美 就是一個酸教的基礎 假如你不能反照神的榮美 你不能成為聖節的國度 你就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祭司的國度 一個酸教的國度 好 那麼 我們再來看一個84篇 那麼我們很快達到目標了 84篇之後就103 19 就達到目標了 很不錯 好 我們來讀四篇84篇 你怎麼來 萬君之爺華 其的君所何等何案 我陷入可想爺華的月 我的心上是若果 像永生是若果 萬君之爺華 我的王 我的神 在你欺函哪裡 麻雀為自己 沼洲王屋 葉子為自己沼洲 不出之窩 如此住在地心中的 便有有福 他們仍要在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嚮往西安大道 這人變為有福 他們經過流淚谷 教卷谷變回全員之地 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國 他們行中立上降地 更人到西安朝見省 萬君和皇君 求你聽我的禮拜 求你聽我的禮拜 求你留信心 神啊 你是我們的頓牌 求你垂顧看 萬君收到神的臉 在你的願意 住日時時時 實在別處處前日 寧可在我神殿中看你 不願住在惡人的障礙裡 因為爺華神是日頭 是頓牌 要施下恩惠和榮耀 祂未常留下一樣好處 不給來自行動正直的人 萬君之言華 依靠你的人便為有福 所以你發現 這篇詩篇的重點 是以神的居所 神的聖殿的永美為中心 你就看到詩人 他何等的羨慕 可享言華的殿雨 他要住在神的殿中 寧願在神的殿中 侍奉做個看門的 都不寧願在外面 做各樣的事情 在你的願意 住日日 聖使在別處處前日 寧可在神的殿中看門 所以就要我們看到神的聖殿 有神的同在的榮耀 我們能夠在神的殿中 侍奉神更是榮耀 在你的願意 住日日 聖使在別處處前日 哇!原來我們在神的家中 侍奉一天 聖使你在英條做總工程師 一千天 你看到那個架子了吧 所以不要小看你是傳道人 你施奉神是萬王之王 所以在最後說 依靠你的人 是唯有福的 好! 那麼特別的注意 第七節 提到 其實節篇是朝聖 就是浩浩蕩蕩要爬上西安山 一邊爬 一邊唱這個四片八十四篇 行走立山加利 要去朝鮮神 那麼你發現聖經裡面 用這一種結構呢 立上加利 恩上加恩 容上加勇 就是 約翰福音一章十六節 講到恩上加恩 什麼叫恩上加恩 你看上下文 是指到摩西的律法 也是恩典啊 只是恩上再加恩 更豐富更榮耀 所以摩西的律法 不是靠律法得救 也是個恩典 所以 在約翰福音一章十六節 就說恩上加恩 是這個背景 跟說明 然後容上加勇 是保羅的禁令 體貌在後世三節十八節 躺著臉看見神的榮光 就是從禁止返照 容上加勇 反復從死 禁止返照 容上加勇 意思是說我們要反照神的永美 不但是得救 得著神得救的榮耀恩典 我們也要反照神的永美 也是指到容上加勇 所以要求神幫助我們 這個學習馬上結束了 要我們抓住這三句話 要怎麼樣 立上加力 作業閱讀快點把它完成 立上加力 因為神會要給你恩典 會恩上加恩 然後 也盡力神 融上加勇 好 那麼 四篇一百零三篇 我們就不能傳篇讀了 我們就只讀一兩個重點 我們只讀到第五節 一同來 我的心想你要稱頌 有何 華家可能在問你呢 也要稱頌 他的聖明 我的心想你要稱頌 你要花 他的一切都會不可忘記 他赦免你的一切 他赦免你的一切 他救出你的命 脫離死亡 你的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實力 而得與自主 以至你如因繁老繁童 Amen 我們要盡力神一切的豐富 好讓我們如因繁老繁童 表示說我們一直都有充沛的能力 健康 精力 來侍奉神 奔走這條天路 如因繁老繁童 因為 他經歷到神的什麼 醫治一切的殖病 他經歷到神 能赦免一切的罪名 而且 經歷到神用美好的東西 這個我們和我們班的美物其實 原本就是指的好的東西 神要把許多美好的東西 讓我們心得以自主 不一定是這樣 只要一個物件 可能 招算心理 裡面說想美好的東西 就是女人讀書各方面 都能夠越來越優秀 而且是美好的東西 我要說美好的東西就是 因為他的事業越做越好 也是美好的東西 懂嗎? 我自己呢 你能夠得到聖靈更多的恩高 代表的恩賜也是美好的 所以不一定是美物 我們和我們把它放成物件 有一點把它限制 原本就是神要把他的美好 要下面沒錯了 His goodness 神要把他的美好使給我們 同時我們要抓著神的應許 神要醫治你一切的殖病 我們有任何的殖病 我們要求神來醫治 或是神直接的醫治 或是透過醫生的手來醫治 我們要相信神 要祷告 那 最榮耀的就是在第十節 神有豐盛的慈愛 這個豐盛的慈愛 怎麼去表達呢? 在第十節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代我們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裂報應我們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 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 他叫我們的副飯離我們也多遠 太棒了 他的慈愛是那麼的高深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也同樣的何等的高深 但是我們的罪過 東離西有多遠 他要我們的罪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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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神聰盛的慈愛 神聰盛的慈愛 神聰盛十七節很重要 敬畏他 但耶和華的慈愛 歸於敬畏他的人 讓我們真的經歷到 那麼多神的恩典 讓我們敬畏他 神更要把他的慈愛 歸給我們 好 那麼 最後 詩篇 我們只讀第一節到第八節 因為總共有二十二段 每一段都是八節 記得嗎 是字母詩 每一節的開頭都用一個字母 同一個字母開頭 一同來 行為完全 遵行耶和華 立法人 這人便為有福 遵守他的法 依次去求他的人 這人便為有福 這人不做非奇的事 但遵惜他的道 耶和華 好 可以了 第九節又開始另外一段 總共有二十二段 那麼我們讀四月一百一十九篇呢 誒 我在作業裡面 有沒有提醒你們做這個啊 他露了有沒有 讀四月一百一十九篇 第一要注意 聖經怎麼描寫神話語的本質 你看到嗎 神話語的本質在這裡有沒有描寫 在第二段 第九節 描寫 這個 神的話語 這兩段不是很明顯 這兩段它是把重點放在對話語的態度 對神話語的態度 你發現從第一節到第八節 強調要遵行 看到嗎 要殷勤遵守 看到嗎 第四節 然後到了第五節又強調遵守 第六節 要看重 第七節要學 所以感謝神 我們現在在學神的話 第八節 要遵守神的利益 結果是什麼呢 話語的功用與蒙福性 這個蒙福性就是 神總不丟棄我 而且這個功用就是 讓我們行為可以完全 可以得福 其實四個不同的角度 有些段落呢 很多描寫神話語的本質 那階段的比較描寫 我們對神話語的態度 跟蒙福 那同樣的 在第六段 也是描寫到 我們對神話語的態度 一心要尋求 要把神的話 藏在我們心裡面 要喜悅神的法度 默想神的話語 看到嗎 看重祂的話 看的道路 要在神的話當中自樂 不忘記神的話 其實都是我們對神話語的態度 看到嗎 要神話語帶給我們的祝福 你就看到嗎 竭盡我們的行為 不會叫我們騙你 神的命令 我們不會得罪神 嗯 解釋帶來的結果 包括剛才弄講的 這個態度就是 還要傳揚神的話 傳揚你口中一切的點章 所以解釋 我們讀詩篇119篇 譬如說 描寫神的話 是腳前的當路上的光 解釋神話語的本質 所以每一段 你試試看 用這四個角度來讀 會讀到很多的重點 神話語的本質 對話語的態度 話語的功用與蒙福性 這四個角度 那最後一篇 作為我們的結書 包括這節一篇 也成為我們的經歷 好 比如說來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善 也好比貴重 留在阿倫的頭上 留到負虛 又留到負虛 又留到負虛 又好比負虛的男人 降在天上 因為在那裡 有耶和王所命令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解脫和睦同居 彼此上來 神說是非常美 非常善的一件事 因著這樣一個美善的事情 因著我們能夠和睦同居 我們就會經歷到聖靈的教官 好比貴重的人 叫在雅人的頭上 也要得到聖靈通團嗎 也要得到聖靈的恩賜嗎 彼此相愛 第三 當我們彼此相愛的話 好比黑門的甘露 架在西安山 神的甘露 神的祝福 會臨到教會 臨到你身上 解釋 也要把所命令的福 得到永遠的聖靈 所以 看到 彼此相愛 和睦同居 這重要了嗎 五旬節的時候 這120個門徒 他們同心合一 恒切禱告 看到嗎 當他們和睦同居 同心合一 彼此相愛的時候 聖靈就怎麼 交換下來 我們就經歷到 好比貴重的油 照在雅人的頭上 留到胡須 又留到祂的遺跡 好 我們一同基督祷告 聽過我們和睦的感恩 我們能夠 把這17篇的詩篇 做我們來頌讀 也領受你的信心 讓我們真的是 愛慕你的話語 切慕你的話語 把你的話語 藏在我們心裡面 主要透過 我們對你話語的渴慕 我們渴慕你自己 你是聖節的 用以色列的讚美為保重 讓我們真的看到 你是何人聖節崇高全能 看到你何人的聖節美德 看到你何人的聖節永美 我們來讚美你 敬拜你 你的保重全美能力 就彰顯在我們的生命生活當中 我們要經歷到你的能力 你的意志 你的全能 你的供應 你的豐富 幫助我們每個同學 我們會到 也保住我們這個學期 能夠順利的 平安的 滿有你的同在 能夠完成 我們何人的感恩 每個新的一個學期 我們更要仰望你 幫助我們同學 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榮上加有 聽我們同學的禱告 祝我們耶穌基督的名 Amen Hallelujah 謝謝大家